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针子呢 怎么 每棵树上都这样吗 乡土专家张亚杰前来帮扶 能否帮他找到原因 人呢 果人哪去了 张亚杰说的人工授粉 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 按照我这方法来分 你明年做过率是非常高的 请关注本期田间示范秀 为您带来真果增产的奥秘 有一农场 追过肥的玉米长势喜人 农田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但是玉米地旁的一片真圆 情况却不乐观 怎么看就很熟 这个树界里也不多 再这样聚下去 你妈就不能让咱们再种了 我这还第一次见这真树呢 没看见过吧 没见过 真树是化木科真树的一种植物 它的树皮呈暗灰色 树枝和叶片的数量比较多 叶片呈椭圆形 边缘有锯齿 表面附着一层短绒毛 真树耐炎寒洗阳光 对土壤的适应性强 在我国很多地区都能种植 以东北三省的种植面积最大 真树的果实 真子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坚果 它的油脂含量高达65% 蛋白质含量12.5% 同时还富含多种维生素 及微量元素 深受人们的喜爱 这真子是长在什么地方 你看 这个就是真子 就这一朵 这就是结真子的地方 对 那这一朵是很多果子 很多的 对 一个能结四五个 这个真子的果实 我觉得挺有意思 它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花苞 团在一起 那这个花苞呢 你要把它剥开了 然后现在看到里面那个白色的仁 长大了 就是真子 每年春季 当气温回升到50摄氏度左右 真树开始萌芽 大概一个月后 真树会开花 六月进入幼果发育期 一个月后果皮开始硬化 这时候果实外部的果皮不再生长 内部的果仁开始发育 随着果仁慢慢长大 填满果皮内部 果皮外部也从绿色变成黄色 八月中旬 真子就可以采收了 现在这个月份 按理说 树上应该挂满小小的果实 可是在徐广臣的真树上 却看不到几个果子 你看这一个 你看看这一棵 这顶上是两棵 在哪儿呢 我看看 你看看 这儿 这儿有一个 这是两棵 都这样吗 都一样的 你看看这棵树 你瞅瞅 这有一个 两个 下面还有吗 没有果子 没有 还真没有 我看旁边这个 这个呢 这上面有一个 这有一个 两个 下面也没了 下面没有 你看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低 因为我们数了几棵树 每棵树上都只有几个果子 这比我想象的少多了 能感觉出来 学雅哥现在肯定很犯愁 您这六十棵园子 这种了多少棵树啊 大概四千多棵 去年到六年了 它应该果子大量产 咱们的产地就不少 这六十棵母的年 年纪才收入 才三万多块钱 才收三万多 三万多块钱 没有果子 哪有收入啊 徐广尘说的大量产 指的是真树到了第六年 会进入封产期 每棵树至少有十斤产量 今年的真树虽然又长大一岁 但做果情况 却和去年差不多 连正常做果量的三分之一 都达不到 这投入的钱呢 多吗 哎呀 投入钱 应供数少这方面 春天说 简直 秋天说果子 你不都用应供吗 真树种植的前五年 几乎不怎么挂果 所以到现在 七年的真圆 已经投入了五十多万元 而收入只有去年的三万多元 坐那儿吗 坐那儿 尝尝自己家是种的真的 还是我家自己种的 尝尝 这里的真也不小 这挺大个啊 对 好脆啊这个 把这吃起来感觉特别香 虽然家里的真子产量一直不高 但收获之后 徐广辰总要留下一些 作为最好的代客美食 反正是他在外面 我就在家忙活忙活 您支持他种这真子吗 我爸实际上我不支持他种 他赔呀他也不挣钱呢 他流向海 我能高兴吗 你说是吧 种蒸的之前 主要是做什么呀 主要是种点玉米 种点那个大豆 也是跟父母当年学的 父亲就是从建游泳场 来到北大荒 您的父辈是属于 就是第一代开墾北大荒的人 对对对 他是从新军官过来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十万转业官兵响应号召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 开墾北大荒 建设北大荒的事业中来 作为第一代农肯人 他们凭借着艰苦奋斗 勇往直前的精神 用青春和汗水浇灌了这片土地 将北大荒建设成良田无际 盗卖飘香的北大仓 当时建农场的时候很苦 那时候就是那个 没有这些砖房啊 都是小土房 就毛土房 你这么说吧 我还睡觉 你得冒着 是脸上有糊涂瓜装 现在你看建设的 现在有工艺农场 也是全国 这粮食的重货基地 我当年种大田的时候吧 这个粮食产量也是很高的 种植的目的就是 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水平提高一点 好一些 我打算继续种下去 如今 耕作在广袤的田野上 居住在现代化的城镇里 北大荒人 早已告别过去艰苦的生活方式 把榛树种好 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是农肯二代徐广臣 此刻最朴实的愿望 为此帮小哥找到一位 果树种植高手 哎呦 丽娜耶 你看这长光乎的了 不行啊 一定要底下牙的必须得有 现在的这个季节 正是张亚杰和工人 忙着给苹果树苗 去除杂枝的时候 对 也得留的呀 张亚杰这个苗圃 有150亩 适宜寒带地区生长的果树品种 有70多个 它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种植真数的产量高 单株产量能达到20斤 本期节目乡土专家张亚杰 黑龙江省女职工创新能手 种植真数12年 真元面积70亩 亩产1500斤 真子的外形不规则 炒的时候 可以先把干净的细砂 在锅中炒到发烫 再把砂子倒入锅中 与砂子一起炒 砂子加热后容易散热 又能完全包裹住砂子 让它们受热均匀 不容易出现焦糊 好了 好上大针子 哇 个头是真不小 太饱满了 挺饱满的 脆不 脆 香 打一会儿稍微凉点的时候 更香 口感会更好 对 口感会更好 真人中的油脂含量很高 经过高温炒制 芳香厅得到挥发 产生令人食欲大振的香味 哇 这个味道真的太好了 什么问题 了解到徐广成的情况 乡土专家张亚杰来到他的甄园 还有新栽的小树这是 这是栽树死了以后后栽的 后栽的 看不上针子呢 怎么 有吗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这扒拉扒拉 这一个 三个 三个不多 这一个大株质上三个可真不多 你看它这个作果率非常非常低 一个姿势上就两三个 大栅子接的这么少 那你去年产量多少啊 去年每个树中 打个二十斤左右 二十斤 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这个产量正常情况下 大概是多少 就是在这个树达到六七年 往上十五斤左右 这么不安啊 挺仇人的 哎呀 大哥 真的 你这范畴这种状况啊 我在几年前也遇到过啊 哎呀 那几年真的 大树的真不给你往上结果啊 那树长得板正的就不给你结果 那才仇人呢 2009年 张亚杰最先在五九七农场 种植真树 刚开始的时候 也碰到和徐广辰一样的难题 真子的产量始终上不去 不懂啊 我的父亲他以前种果树 他是属于一个技术员 他领了我到处出去学习啊 去看啊 一点点摸索 以往种植果树的经验 对于真树来说并不适用 而其他地区的种植技术 因为土壤 气候等条件的差异 也不能照搬 张亚杰只能把学习到的技术 和本地的气候条件相结合 慢慢地试验摸索 最终总结出一套适合本地的 真子高产技术 你别瞅 咱们也得慢慢摸索的经验往前走 查看查看咱们到底是什么原因 咱引起的大真的不结果 知道它这生长的习性 你咱们看它的生长的环境 你这个地带点小坡 你说这种坡是应重生的吗 不错 真子喜欢小坡地 真树大量分布于亚洲 欧洲 及北美洲的温带地区 作为一种喜光作物 充足的阳光能让真树生长得更好 所以果农除了在建园的时候 选择向阳的坡地 种植时还会采取加大航距的方式 让真树得到充分的光照 你这树形还行 大栈的属于棍木形的 宠壮的 看这是一个小主干 这块是一个 这块是一个 它主干不要过密 要树枝多 这样的枝条多 它的产量也会上去 徐广成在真树基部 留了三到五个组织 伸向不同方向 每个组织又留了两到三个侧枝 形成丛状树形 是比较适合当地光照和气候的树形 大栈的必须是多织形的 脚上这样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这树底下的根镍非常多 什么是根镍 就这个 你看这个不树体吗 萌发出来的芽 我们管它这个叫根镍 针树是浅根性树种 根系主要分布在40厘米以上的土层中 从针树的根上 会不断地萌发出小芽 长大后伸出地面 形成新的枝条 这就是张亚杰所说的根镍 除了针树 很多树种都有根镍 例如枣树 杨树等 你为什么不剪它呀 大栈的树底下根也必须修剪 它要长起来呀 它会吸收大栈的养分 你看看你这个树是多弱呀 你看这果多小啊 你今年吃几次肥 你怎么吃的肥呀 我一年我就吃一次肥 一次肥是有二斤左右吧 一棵树 你是一棵树 不管大小你都给它吃上二斤肥 对 照大树它能够用吗 它能吃饱吗 它所有的养分上不来 分化的花芽它就少 所以没有花它不会结果的 那你知道今年开春 这花结开得多吗 反正皮就多多了 原本以为施肥少 加上根镍过多争夺养分 导致针树开花少 进而影响结果量 没想到徐广辰的针树 开花并不少 要是说花皮果多 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咱们再看一看 再找找 你那人看什么呢张老师 徐大哥 怎么有人呢你这针子 张亚杰说的没有人 指的是针子有果包 但是里面没有果实 这是针树没有做上果的一种表现 你见过吗 我没注意过 你看这有果子的是什么样的 你看看里头小果实没有 我看到了 看到了 你看这没有果实的 里头一点羊也没有 这没有果仁 看看这都是没有人的 这个 你再看看这 人呢 果仁哪去了 张亚杰在徐广辰的针树上 发现了大量的空果包 这为他找到做果绿蒂的原因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光有那个花苞 就是没有那个是果仁在里头 我一联想 好像是不对 和兽粉绝对有直接的关系 针树是一花兽粉的植物 它的熊花 是由很多单性花组成的柔提花絮 雌花没有花瓣 柱头裸露在空气中 当有风吹过时 花粉随风从雄花上掉下来 落在雌花的柱头上 就完成了一次兽粉 如果兽粉成功 雌花的脂肪就会形成果实 如果兽粉不成功 一部分雌花会凋谢 一部分雌花会形成这样的空果包 过一段时间也会凋落 张亚杰通过这个现象 确定了徐广辰的针树做果率低 是因为兽粉不成功造成的 你这是春天怎么兽的粉呢 我一般兽粉是用风自然兽的粉 但是一看见兽花粉率也不高 比如告诉我的上山上 采那个带花的野生树枝 绑着树点 一般来说 针树上本来就有雄花 完全可以靠风自然兽粉 但是徐广辰为了增加花粉数量 提高兽粉率 采集了野生针树的雄花 放在自己的针圆 会不会因为这些野生雄花 影响了徐广辰针树的兽粉呢 那你从哪儿采的野生子呀 这边山上 咱们上山上去看一眼吧 我听了他说的兽粉方法 我心里就有树了 兽粉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让徐大哥带我去看一下 那个野生的地 我就在这片小树林里头 采的那个雄花 这块有两个 这家上来了两个果 这也不多呀 对呀 是不是还是不多 会不会有这个小松鼠啊 这小松鼠应该比较喜欢吃这种果子 因为针子的营养丰富 热量高 是小松鼠等野生小动物的美食 难道野生针树的果子少 是被小松鼠吃掉了吗 就现在果子还没有成熟时候 它连来都不来 等它针子熟的时候 羊饱满的时候 小松鼠该下来了 挑最饱满的针人给你吃掉 就现在还没有成熟 对 它是不吃的 它都不会靠近这块的 徐大哥你看看 这空壳了 这个没有果仁 这个没有果仁 野针子都没有瘦上粉 对不对 就说这上面 其实如果瘦粉成功的话 应该都已经做过了 对对对 三个人在野生针树上 也发现了瘦粉不完全的空果包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们这地区 一到四月份 大风天给你刮的 我们冬天也糊糊刮 我们春天也糊糊刮 大风天把花粉都刮跑了 每年的瘦粉季节 珍树的熊花要比磁花 早两到三天开放 如果赶上大风天气 磁花还没开放 熊花的一部分花粉 就被大风从花上吹下来 这样磁花盛开的时候 已经没有足够的花粉 可以满足它们的瘦粉需求 再加上刮风的时候 花粉受风的影响 不能精准地落到 磁花的柱头上 这两种情况 都会导致瘦粉不成功 面对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呢 所以咱们这花 自然瘦粉是不行的 咱们就需要 用人工的手法 来给它弥补 那我那不算人工瘦粉吗 哎呀 你那算什么 人工瘦粉呢 我就上上上 决两个字 只不过它就是 多了几个几个熊花 你那可不属于是 是那个人工瘦粉呢 这样吧 那你上我那去看看 究竟有什么好的 人工瘦粉方法呢 第二天一大早 徐广臣和邦小哥 来到张亚捷的甄园 哎呀 你这甄的果子 捷的甄多呀 甄多啊 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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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小枝子上 这么漂亮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六个 七个 九个 十个 十七 十八 十八个大增子呀 哎呀 三个坚更多呀 太早就喜欢了 你看看这质量 你看看这盐 多饱满 现在能看出这果实了 白色的小果实 你这果的盐 比我大多了 大多了啊 张亚捷的甄子 各大饱满 产量也是徐广臣的 五六倍 按照今年 十元一斤的地头价计算 如果能达到 张亚捷的产量 六十亩的甄园 徐广臣去掉成本 至少能有五十多万元的收入 我从一进来 我就发现 你这树底特别干净 一点根捷都没有 这个根捷必须得搅 像你留那么高 它吸收咱们所有的营养 你一定要回家 把根捷给它搅掉 每年搅两次到三次就可以 它长得多高位置开始搅呢 在三十公分左右 三十公分左右 对 它太吸收 大增子树的营养了 它影响 那个是咱的花芽的分化 来年结果就非常低 徐大哥 你看我还在这里套中的小豆 中的红小豆 在这中间套中 不会对两边的 针子树有影响 不会不会 套中的农作物 咱小豆啦 黄豆啦 都可以 张亚捷建议徐广臣 可以在针圆四米宽的行间 适量套中一些 生长中期较短的农作物 只要套中的农作物 不挡光 就不会影响针树生长 这样每亩针圆 每年至少能增加 200到500元的收入 其他购物 你去看看 咱家的那个授粉器 好好好 我还没见过呢 还没见过 您看看咱家的授粉器 它是垫的 对 这个花粉咱就放这里头 我拿花式粉 给你做一下演示 你看一下 行行行 那你的花粉从哪来的 我是买的 那得多少钱呢 你那块60亩地 1500块钱 1500块钱 那么贵啊 一棵树增产十斤 你算算 这1500块钱算钱吗 那增加那么多产量 对呀 那效益上 这个投入和产出比 其实还是非常划算的 对 对对对 你们一讲呢 我觉得这个 花1500块钱 也太值得了 其实 徐广辰自己采集花粉 进行人工授粉 也是可以的 但是采集花粉 需要时间 人工 还需要一定的方法 如果操作的方法不正确 有可能会破坏花粉活力 影响授粉效果 所以在农业生产中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不能盲目节省生产成本 你看咱们大蒸的树 咱喷湿的时候 一定记得晒无风的天气 有风天 瘦的花粉都刮跑了 它也瘦不上粉了 咱也是白花钱了 你得上地里来看一下 大蒸的花开成什么样了 每年4月下旬 早晨7点到9点 瘦花刚刚开放的时候 最适合授粉 看一下 你看 一定要树上树下一起打 均匀地打 这个一定要建里头 去得了溜一圈 这就可以 其实这个机器特别省花粉 在春天的授粉季 真树的树叶长得并不茂盛 没有树叶的阻挡 授粉机吹出的风 会把花粉更精准地 带到瓷锐上 有利于节省花粉的使用量 那我试一下吧 行 好 往上 往上 对 往里进 往里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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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关 徐大哥 你要是按照我这方法来喷 你明年做果率得非常高的 徐广成的帧数 虽然做果率低 但如果及时采取措施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 第三天一大早 张亚杰和邦小哥 带着工人和工具 来到徐广成的甄园 徐大哥 为了保住咱们现在的果实 更饱满一些 第一点咱把肥鲜给它吃上 然后咱们就为了大增的养分 更上去一些 咱们必须把根也得除掉 也得除掉 对 所以剩的这个是甄果 果然更饱满一些 徐广成七年的甄树 每年应施肥两次 每次每棵树施肥一千克 如果遇到厚补重的小树 要适当减量 果树得到充分的营养 才能长得强壮 这是提高作果率的基础 徐大哥这根念 割平它 能低咱们就低点 所以一年咱一般都是割两遍 我们拿剪的脚 或者割罐机割 但是割罐机割 一定注意点 别伤到这个树干 伤到树干 它容易得病 徐广成的甄树 根液没有及时清理 会争夺树体的养分 所以改造方案还包括 帮徐广成 把树根附近的根液 全部清除 保证供应给树体的营养集中 你看这边就可以吧 太好了 太好了 虽然现在这个季节 已经不能再提高 甄树今年的作果率 但施肥和清理根液 能够有效减少落果 还能让果实更饱满 一定把距离找好好 不要过远 也不要过近 季大哥明年开始授粉 如果拿花不懂的话 及时给我打电话 勇于开拓的北大荒人 从不甘于英寻守旧 勤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始终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 在保证粮食产量 稳步上升的同时 他们根据市场需求 努力发展果树等 更多绿色高效产业 为农民致富增收 进一步拓宽了渠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